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清炖牛肉萝卜 首先介绍一下原料 这个大块的牛肉先放到水中浸泡两个小时,泡出血水 一会儿再改刀切成这个小方块 红白萝卜,一段葱,姜,八角,花椒,陈皮等香料 还有料酒 首先要把牛肉切成这种一寸见方的这种牛肉块 肥瘦相间 好,我们把切好的牛肉放到砂锅当中 没有砂锅也可以,但砂锅炖肉的话比较香 红白萝卜要处理成这种滚刀块 大小跟牛肉相当的这种滚刀块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切好的这个红白萝卜和香菜,我们放在一旁备用 当那个锅里的汤开了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牛肉仍然会 出来很多血沫,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血沫撇出去 现在我们把这个锅里的汤完全换成清汤之后 干净多了,然后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香料放进去 然后再加入一点黄酒 第一点点醋,一点点醋容易让这个肉炖的更烂 现在我们就需要大火把它汤煮开 当锅里的汤已经沸腾的时候呢,我们要关小火 两个要点,第一不要放盐 第二要用小纹火,非常非常小的纹火去炖它 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揭开锅盖看 牛肉呢,用筷子去插它一下,非常容易就把它插了 说明肉已经烂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进萝卜 现在我们把萝卜倒到汤里 放进适量的盐,要多放点盐,因为汤太多,我放两勺盐 我的最爱,胃霸 现在我们扣上盖,开大火,继续煮 好,大火煮了30分钟之后 开盖儿,烧起块萝卜,肉已经没问题,很精烂了 然后我们用筷子看能很轻易地扎到萝卜里面 就说明这个好了 香喷喷的牛肉,还有颜色诱人的这个红白萝卜 配上这个营养丰富的这个牛肉汤,孩子吃的肯定会长大个儿的 好,再撒上香菜 一碗清炖牛肉萝卜汤出锅了 如果您要是觉得这个汤和肉的这个咸蛋 口味还要需要弹性的话呢 自己可以配一个生抽、陈醋和这个辣椒油的蘸料 蘸着牛肉吃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点赞,谢谢 儿子,吃饭喽 好